第七十一章 三十万倍 陈希亮没有身穿青苍成木的四品文官袍 甚至没有穿世紫纹衫 跟穷苦流民一般无二 全身上下 唯一拿得上台面的 恐怕就是脚上那双异常结实的狼皮靴 当徐凤年亲眼看到 这么一个比流民还要像流民的家伙 哭笑不得 不过陈希亮身边有十几骑白马一丛护驾 算是好歹给这位在北梁风口浪尖上的书生 正回点颜面 陈希亮此刻站在一个村子的村头 带着一大帮工房官吏杂役 正在搭建陆炉架挖水井 村子恰好位于有泉水露出的低洼地带 是流州境内难得见到的一方小绿洲 一般而言 这样占据水源的地方 都是多谷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 有水的同时 往往就意味着流血不止 这个村子的一百多号村民都蹲在远处凑热闹 一些汉子嚼着生硬如铁的烙饼 更多是一脸垂涎中夹杂着敬畏的望向那些白马一丛 下马后依旧配刀副弩 一甲仙良 流州纳入北梁版图之前 边军瑞士成为游弩手 之前都要来此杀人 把流民投卢当作进阶本钱 偶然也有小谷骑队被大队马贼围剿死绝的境地 骑族身上的配刀甲咒 从来都是流民首领最值得炫耀的东西 有马有刀 如果还能披甲 那么你就能在流民之地当大爷的大爷了 所以这些白马一丛的横空出世 既让村民眼馋 更让他们胆战心惊 只是那个领头的年轻人 据说是个官帽子大到下人的北梁官员 奇怪的是 他进了村子也没糟蹋娘们 更没抢钱抢梁 只是说了一大通 让人听着就打死不信 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 每户人家只要有一人投军 就能在灵州入了良民户籍 还能种上田地 而且是去边境上入伍 还是在灵州境内都可以随便挑 不强求 唯一的差别就是 边军的兵想要比灵州兵高出一大截 原本没谁愿意搭理 可后来听说 就是这个年纪轻轻的官老爷 硬是在一万兵强马壮的马贼手底下 死死守住了青苍城 听说害死了那个北梁王的很多亲军护从 很快就要被绑回梁州砍头示众 就算不掉脑袋 关帽子也保不住 这件事 许多当时在城里活下来的流民 都说的有鼻子有眼 约莫是真事 那么这个当官的是个响当当的好汉不假 可万一到时候给北梁王收拾了 他说的话还能不能作数 不见兔子不撒鹰的道理 他们说不出来 可不见婆姨不脱裤子的道理 总还是知道的 然后当这些村民瞧见了 又有一只马队急驰而至 在村外停马 逐渐走进了一个 相貌比女子还俊俏好看的年轻后生 身边带着个黑炭式的小玩 身后跟着一名将军模样的魁梧汉子 那身装扮 真他娘的扎人眼珠子 嘖嘖 怎么都该是个能领好几百兵的武将了 一些个村子里土生土长的兔崽子 天不怕地不怕 就想绕出半个圈去 好好瞧上几眼 结果给长辈都给赶得远远的 倒是还有些一只手 便能打趴下江南男子的健壮妇人 眼睛都在发光 哟 多翘的小哥 也不知哪家婆娘有福气享用了 他们的汉子也不计较这个 撑死了嘴上骂骂咧咧 妇人也都敢还嘴几句 胆大的都砸巴砸巴着厚实嘴唇 恨不得把那生了一双丹缝毛子的小哥 吞进肚子里 结果很快 所有村民都吓得肝胆欲裂 头皮发麻 只见那些白马一从见到那年轻人后 单膝跪下 一手撑地 一手按刀 同时沉生道 拜见王爷 白马一从这么一跪 那些负责挖掘水井的刘州官吏 更是哗啦啦跪了一片 他们比起神情肃穆的白马一从 要更加诚惶诚恐 这段时日 先是许多光头和尚 在刘州境内奔波劳碌 化缘不倒 后来也有武当山的年轻神仙 来这云游四方 都把年轻藩王 不是说成菩萨转世 就是真武将领 这在教化不深的流民之地 很有感染力 徐凤年轻轻说了句起身 然后走向陈希亮 那十几位白马一从 都自然而然跟在北梁王身后 把清仓校尉带来的那批护从 不露痕迹的隔离 为时会摸了摸鼻子 有点尴尬 不过也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神情 当初清仓城那场攻守战 兵力悬殊 虽说守城一方 总能占据先天优势 可其实清仓的城墙 并不高大稳固 而清仓城原先的数千兵力 都早已人心浮动 若不是不足百人的白马一从 各个身先士族 清仓城早就给那一万精汉马贼 给屠成了好几遭 每逢城房出现漏洞 都有一波银色假事 率先做死事 拼命抵住潮水攻势 虽死不退 正是这些一条 被说成性命抵得上 清仓城百人性命的白马一从 正是他们的不惜一死 才让清仓龙王府救部 生出了死战之心 清仓攻守之惨烈 可以从一个细节中看出 每一名阵亡白马一从 因为被攻城马贼恨之入骨 必然死无全尸 龙象军奔赴救援 和马贼闻讯退却之后 清仓城的收尸 之后都只能堆出 一座座近乎空关的衣冠中 陈希亮看到徐凤年 脸上有些愧疚 欲言又止 徐凤年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坐在井口上 抬头笑道 是回王府 当个没有品质的幕僚 还是在刘州 当二把手的别架 随你挑 陈希亮随意蹲在井边上 这跟他以往 在清凉山的居井里 一大不相同 轻声说道 虽然还是很怕 亲眼看到人死 一直想着 去清凉山那边 纸上谈兵 在那里 即使做不成富贵闲人 可好歹不用担惊受怕 只是现在总觉得 这么拍拍屁股一走 就是当了逃兵 当时在青仓城内 王爷的白马一从 没有一人退去 清仓城那数千甲是没有退 甚至连城内流民都没有退 我现在这一走 不像话 徐凤年问道 那就是答应做刘州别架了 杨刺史那边也有这个意思 他对你很看重 刘州有你们两个搭档 我也放心 陈希亮摇头道 别架是一州最重要的府官 若是北梁后院 远离兵戈的灵州 我自信还能勉强担当 刘州如今的用人任命 倾向于能文能武之辈 我还是算了 先把青仓城墓做好了再说 反正只要我想到什么 都会跟刺史大人直言不讳 并不需要别架这个官身 徐凤年也不为难他 点头道 随你意愿 反正到时候觉得想要当大官了 自己去跟阳光斗索要关帽子 你不用跟青梁山打招呼 青仓校尉韦时辉站在附近 听到这番对话 心中翻江倒海 天底下上哪儿去找 这么好说话的藩王 关帽子还能随便挑 可见那些北梁王要 狠狠收拾陈城墓的流言蜚语 都是瞎扯 韦时辉对于青梁山两大红人 徐北指和陈希亮 早有耳闻 北梁境内一直认为 徐北指示功能奈远胜陈希亮 治理灵州刚柔并济 据说都快要把文官首领的 经略史大人李功德都给架空了 但是韦时辉相对 还是要更加看好陈希亮 没什么道理可讲 就凭这个读书人能够死守清仓城 而且还真给他守下来了 陈希亮突然说道 王爷可去过那片衣冠中 徐凤年说道 昨夜才入城 想着跟你一起过去祭酒 陈希亮恩了一声 站起身 招手喊来攻防小头目 轻声交代相关事宜 这时候 一名高大健壮的少年 从一帮杂役中走出队列 往这边走来 很快就被两位白马一丛拦住 手中两刀 已经离开刀鞘半寸 杀极深重 徐凤年看了眼少年 竟然是个熟人 当初他单枪匹马 进入流民之地 在青仓城外的村子外 有过一场波折 流民建立望命 想要截夺马匹配刀 发一笔横财 这个擅长毛术的少年 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股子流民独有的标烈之气 如果徐凤年没有记错 少年还有个古兽如柴的妹妹 正是他的冲出 才让徐凤年没有痛下杀手 还给了这对兄妹一袋碎银 徐凤年出声道 让他过来 热血上头 才想要上前的少年 原本遇上白马一丛半抽刀之际 就已经十分害怕 他以前一直牢牢记得 那名英俊游侠的高超武艺 也念恩 感激游侠的不杀和赠银 如今那块碎银子 已经被少年刺出一个小孔 穿绳后挂在妹妹的脖子上 妹妹很喜欢 少年得知 此人竟然是执掌 所有流民生杀大权的王爷后 想得并不复杂 就怕自己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 想要亲口道谢一声 少年局促不安 脚步都有些飘忽 好不容易走到距离 那年轻翻往五六不远的地方 脑子空白一片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了 仗红了脸 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 徐凤年柔声笑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还记得你有个胆子 比你还大的妹妹 少年终于缓过神 咽了口唾沫 颤声说道 回禀王爷 小人叫刘胜 我妹妹叫刘渝 徐凤年打趣道 你还知道回禀这个说法 少年悄悄用手捏了自己腰肉一把 脑子终于清醒了几分 勉腆笑道 都是跟工坊官老爷们学的 他们跟城墓大人说时 都这么说 陈希亮在一边笑着 对徐凤年解释道 刘胜想要去边境投军 我看他年纪太小 就没答应 不过这名少年力气不小 就准许他帮着衙门做些事情 赚些虎口工钱 手脚伶俐 人也聪明 已经能认一百多个字了 每天空闲就在地上拿树枝写字 其实少年跟他妹妹原先都只有姓没有名 只有随口的小名 刘胜刘鱼其实都是他自己取的 徐凤年看向少年校问道 你去了边关投军 要是死了 你妹妹怎么办 怎么不选灵州军 好歹不用上阵厮杀 少年一脸认真回答道 负责路荡的官老爷说了 边军拿钱多 而且拿钱也快 只要去了 就能拿到一大笔银子不说 立马给咱们在灵州弄出一块粮田来 再说了 不都讲 咱们北梁军一个打他们北蛮子三四个吗 我去了边境 又不是一定死的 要是能用毛刺死几个北蛮子 当个武掌啥的 那我妹妹这辈子都可以不愁吃穿了 说不定连她嫁妆都有了 少年似乎记起什么 赶紧亡羊补牢说了句 回禀王爷 徐凤年哈哈大笑 想了想 说道行我准你去幽州从军 你小子毛术不错 我是领教过的 等你学会了骑马后 就让皇府平生你做武掌 我回头再帮你你妹妹 在灵州找户好人家住下 少年讨价还价道 王爷 我妹妹还得姓刘 行不 徐凤年点点头 然后开玩笑道 要不然你跟我姓徐 咋样 现在可以救生你做武掌 清仓校尉维时辉 跟他的护从一行人 眼睛都发绿了 这你娘的 天下掉大馅饼啊 虽说如今不像春秋中 那么星赐性仪式 可能够被皇帝藩王 这些王朝最权贵的人物赐性 依旧是草莽英雄们的莫大荣幸 大将军徐骁 四十多年戎马生涯 赐性的次数 屈指可数 枪奸师弟徐掩兵 算是一个 只是没料到 那少年愣了愣后 摇头说道 这还没杀北蛮子 我咋能当武掌 而且爹娘要是知道 我和妹妹改了姓 还不得托梦揍死我了 为时辉差点就要把 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兔崽子 吊起来暴打一顿 你爹娘知道 你拒绝了北梁王的好意 那才会真正托梦 抽死你小子 徐凤年笑道 那行的 反正你去幽州以后 去找一个叫黄甫平的将军 就说是我让你投军的 少年怯生生问道 不是去梁州吗 听说那儿兵想多些 分道的田地也好 徐凤年哭笑不得道 梁州马上要开战 你毛术是不错 可没经过战阵熟悉 再好的伸手 也敌不过北蛮子 齐军的冲锋 少年似懂非懂 呕了一声 那些原本一听说 北梁王亲临的村民 去而复还 津津有味 看着这个胆大包天的孩子 在王爷身前说话 都有些羡慕 这小子上辈子 积攒了多大的福分 才能跟王爷说上话呀 王爷那得是多大的官 反正他们都知道 整个北梁 都是他老人家的家产 当然 这个王爷一点都不老 随后 徐凤年跟陈希亮 一同前往青苍城 南方十里地外的坟营 战死白马一丛的 那一座座衣冠种 位于绿洲内 徐凤年的徒弟 余地龙和几名护从 都背有一大行囊的绿衣酒 徐凤年和陈希亮 一一上坟祭酒 陈希亮神情沉重 每面对一座衣冠种 都会向徐凤年述说 种内白马一丛 死于何时 死于何地 祭奠之后 徐凤年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 突然 一起来报 说有两个陌生人 闯入此地 说是要以水代酒 祭奠英灵 徐凤年千马而行 结果看到了 比他晚半天 到达青苍城的宋冬明 这位李洋 影像之一的男子 看到徐凤年的阵仗 尤其是 为时辉的那身 鲜明笑味假皱 宋冬明哪里 还猜不出 这个年轻人的底细 微微作忆后 抬头后笑道 王爷可算不得已成待人啊 徐凤年笑了笑 没有否认 歉意道 还望宋先生见谅 宋冬明瞥了眼 徐凤年身边的 年轻书生 收回视线 直接了当说道 王爷你似乎不是那值得百姓依附假释笑死的民主啊 为时辉二话不说 就抽出了北梁刀 想要一刀砍下这信口开河的王八蛋的脑袋 徐凤年抬起手 拦下了身后性子暴力的清仓校尉 笑问道 此话怎讲 宋冬明依然不惧 但然道 黎阳边塞师何止千百首 其中以何须马格果失还半句夺魁 要我看来这就是剧读书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屁话 因此 宋冬明有一问 要问北梁王 徐凤年平静道 请问 宋冬明环视四周 冷笑道 敢问青仓城攻守 北梁阵王假释不下三千人 为何独独只有你北梁王的白马一丛有衣冠种 占据这绿洲之地 徐凤年漠然无声 陈希亮猛然眼睛一亮 宋冬明继续带着讥讽说道 人徒徐霄 有一万大雪龙旗 次子徐龙象 有三万龙象军 北梁都护楚路山有亲军 原左宗燕文鸾也有亲军 这些假释 自然是骁勇无敌 也愿意为北梁而战 可然后呢 北梁举国南钦 靠这七八万人就能答应了 甚至可以说 靠三十万北梁军就能打赢了 或者说 北梁王你认为是必死之局 只要存了必死之心 就无愧于北梁了 徐凤年依旧没有恼火 反问道 宋先生有何教我 宋冬明问道 北梁既然注定要独立面对那北梁百万铁骑 且不说胜负如何 但务必要做到 人人死得其所 死有其名 北梁王以为然佛 徐凤年点头道 理当如此 宋冬明朗声道 那就请北梁王在境内寻一处 做英雄中 树立起三十万墓碑 宋冬明 宋冬明接下来死死盯着徐凤年 一字一字从牙缝中挤出来 死一人 记一名 徐凤年说道 好 清凉山后山 就可做此种 宋冬明再度问道 三十万之中 可有你徐凤年一块碑 徐凤年毫不犹豫说道 有 先写下北梁徐凤年五字 与所有北梁甲氏一般无二 当下只记载 胜于何时何地 等到死后 在天上战死于何时何处 宋冬明看着徐凤年的眼睛 许久过后 郑重作依 沉声道 宋冬明愿为北梁臣子 愿为北梁王出谋划策 徐凤年笑道 好 等到宋冬明直邀抬头后 徐凤年走到这位 陆明宋氏子弟身边 两人并肩而立 徐凤年放低声音轻声道 我知道你心底 其实是赵不是徐 但这又何妨 宋冬明同样轻声道 北梁王错了 我是北梁 即是是黎阳 不是天子是苍生 徐凤年不知可否 暂任北梁道 经略复始 坐镇清凉山 够不够 宋冬明点头道 足矣 在这个降浮元年的秋季 陆明宋氏宋冬明入市北梁 朝野震动 末玉镇帐